来 来 怎么样了 我痛 来 不痛 假的 外面就会有这种江湖术式 骗人别按什么铁头 是拿什么木板木片的 我跟你讲 我们的没有三两三 整敢上梁山 留言追追追 从来不作假 来安娜 针铁条之后 等一下 你干什么 来安娜 安全帽 来 还OK吧 好OK 一点都没问题 底下 嘿 同学们 别以为这只是一根普通的铁条 它可是少林弟子专门用来练功 扎扎实实的硬铁 这个安全帽 这样子打当然不会断 要吗 就试试看真正会功夫的 所以同样一根铁条 我们等一下就要打到师傅的头上 师傅 你的头准备好了吗 我需要运气 说到这个明文小耳的少林铁头功呢 练起来必须要有扎实的气功以及内力 不然的话呢 就只会有外壮之力 没内壮之劲 必定让你伤其脑部 毁其躯体啊 小兵 是的 Jason 所以呢在开始之前 我们可以看到严慎师傅呢 他在运气调整其气血 而且在运气的时候 刹那间风云变射 天空中刮起任大风 现在他跟同学要了铁条 走向了Jason Jason Jason 他在看 Jason旁边的西瓜 哎呀 那个西瓜实在太惨了 解铃比四分五裂 惨不忍睹啊 哎呀 这可以证明这个西瓜是真的 不不不不 是铁条是真的 就是我们刚刚那一把啦 精彩的 马上就要来了 正宗少林铁头 Go 太厉害了 太可怕了吧 铁条呢 但是呢 经过师傅的铁头一敲击之下 已经变成了三段了 太夸张了吧 师傅 而且呢 你看师傅的头 完好如初 根本就没事一样 里面应该是有箱 一些钢板在里面吧 嘿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早就准备好了 师傅铁头工的秘密啊 就在这个信封里 原来咱们小兵有先进之明 为了搞清楚师傅的头 是不是真的异于常人 他早就带着师傅 一起去照顾头部X光啦 但是所谓内行人看门道 外行人看热闹 这X光图到底隐藏了什么选机 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 陈大神经外客 李明洋医生 来到现场 为大家解读解读 那以头盖骨的厚度来看的话呢 其实小兵的跟师傅的头盖骨的厚度呢 差别并不明显 以解剖结果来说的话呢 小兵他的头型是比较红圆的 而师傅的头型呢 他的头型比较圆 然后另外呢 我们从力学以及物理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呢 月圆的头型相对上 他可以受的力气会比较均匀分布 因此呢 可以接受到外力撞击的力量 也可以比较大一点 欸 医生 那师傅的头型 先练就适合练体头工咯 嗯 可能 你们看X光片 师傅他的骨骼呢 以及他的颈椎比较健康 但是相对的 你们看小兵的X光片呢 他的颈椎变直了 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他的颈椎呢 有椎间盘的一个退化的现象 所以呢 相对上来讲 小兵你的头骨以及呢 你的颈椎 就不适合让你去练铁头工 是比较容易受伤的 哎呀 没关系啊 我刚好把你敲回来 不要啦 不要啦 我走快吧 跟一个练功健身的人 来比骨骼真是委屈念了小兵 不过这铁头工敲的可是头点儿 光看X光片不够 李医生还特别 带了一颗头盖骨骼来说清楚 同学们上课咯 大家可以看得到呢 在这一点来说的话呢 是头顶部 三个骨头的交接的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一般人在一睡左右 就会慢慢的闭合 逐渐闭合以后 形成这种像齿状的 一个交接的一个状态 师傅呢 经过不断的练习 所以他的骨骼 相对上来讲的话呢 结合的地方越来越密 他相对上就比较不容易骨折 一般人来说是很脆弱的 如果说你撞到 用力打这个地方的时候 很容易就炸成这个 街坊的地方就开掉了 所以呢就是 师傅刚刚那个表演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对不对 所以同学们啊 千万不要没事在家 拿个什么铁条 要练铁头功 一直打自己的头 搞不好就头部血流咯 咦 可是我不懂耶 为什么师傅 要往头部最脆弱的地方打呢 对啊 最脆弱吗 其实我们在训练讲求的是 循序渐进 那一开始我们用的是 木条 然后再来慢慢用钢片 不断的朝头顶 也就是这个训练的点 抽打每天至少 大概都有上前下以上 是 其实你同一个地方啊 你不断的让它有这种锻炼 然后再让它有复合 其实它会得到一定的强化 而且再说 我其实并不是用头 把铁条打断的 而是我是将全身的气跟劲 运到我 运到我头顶上的白灰穴 然后再将铁条正断 那中国功夫的点穴呢 严善师傅 严善师傅 我想请教一下 是 常常在影片当中看到的 中国功夫有一些点穴 所以一点了 人就动弹不得了 是真的吗 这个我倒没听过 尤其是说你说哪个穴道去点了 就能让人完全没办法动 这我真的不知道 是吗 不过 要是说要让一个人休克 或者是没有意识 那倒是颈部后面这边 有一些穴道可以达到 但同时它也有致命的效果 好致命啊 真的 我觉得像这一类的穴道的方式 就是因为你骨骼稍微是有点退化了 所以点一点搞不好有强化骨骼的骨骼 有掌声 对 试试看 有 试试看 我怎么都不知道 在哪 我看还是不要好了 因为我不想 就是因为这样而坐牢 是啊 我也不想进棺材 你不讲我不讲 没人知道 不过没关系 倒是有一些穴道 是我扣着的时候 就是我能够让你静止不动 某个部分可以静止不动 是不是 师傅 那你可以帮我们示范一下吗 好 那我们现在要点的这个穴道叫做驱慈穴 驱慈穴 好 好 来 我们注意一下它的反应 诶 他怎么出现了 诶 诶 还没用力吧 再来哦 用点力了 真的有痛吗 有 而且很酸 是掐哪里啊 我觉得很酸啊 但是师傅啊 那个一般店里面啊 不是点完就离开了吗 手就放开了啊 对啊 对啊 那这样可能就是需要要比较大的力量 可是用比较大的力量的话 有可能也会造成瘀青 或者是内伤 那有谁愿意试一下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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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干嘛 我打光了 你的个头高就是这时候要用到的啊 对不对 刚刚好 OK啦 死掉我了是不是 是 好 要我来就我来 男子汉大丈夫没在怕的啦 Jason 好 师傅 请 那他这个帽子 你的帽子这么好看 就戴一下好不好 没关系了 可是你头发不要弄乱了 OK OK 你放心 好 来放松啊 别动啊 怎麼樣?怎麼樣? 怎麼樣? 等一下 通到站不起來了 擴散到這種感覺 真的假的 跟我們講一下什麼感覺吧 哇賽 這個感覺 你自己試試看你就知道了 我很難用言語來形容這一段 剛剛我點到的那個穴道 它叫做羊白穴 它的那個點就在你眉毛正中上方一吋的地方 那這個穴道它是一體兩面的 你在這種攻擊上面 它可以達到立即的效果 就像它剛才那種痛苦的樣子是一樣的 那個真的有爆裂性的那種痛 但是實際上如果我用按的 然後慢慢的去做這種柔的動作的時候 它其實它可以促進臉部的循環 這種感覺就像那種 也就是說學武日人以點穴技巧 將對方勤拿 蟹骨 講求的是利用最短的時間 最快的速度 造成最大的傷害 不過對中醫來說 按穴道卻反而能致病療傷 這就是所謂的一體兩面吧 最後師傅也提醒大家 這點穴是門高山學的問 同學們可別閒來無視對穴道亂按亂說 到時真造成傷害 那就在一起做吧小咯